离开台湾前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现身大安区的一家海鲜热炒餐厅用餐 为这趟旅程画下完美的据点 客人们没想到会巧遇大人物 纷纷上前合照致意 餐厅老板透露 这已经是黄仁勋这一回访台第二度上门 两次都有点石斑 然后就虾球 虾球加点 比较特别的是 他所有的菜都不加蒜 他有特别交代 所有的菜都不加大蒜 午餐的气氛大概是怎么样 他们也有开酒喝 所以整个气氛是蛮融洽的 老板透露黄仁勋的用餐喜好 而黄仁勋是在下午五点半左右现身 待了一个半小时才离开 随机驱车前往松川机场准备离台 同样也有粉丝掌握讯息 来一睹AI造词的风采 面对等候已久的粉丝要签名 黄仁勋来者不拒展现清明风格 但要签的人太多了 黄仁勋签到一半 还对着老婆Lori开个玩笑 这一回访台行程长达14天 黄仁勋在电脑展的演讲受到世界瞩目 他也抛出在台湾设立研发中心的构想 最后该用这一段话 为这趟旅程做个总结 会回首跟台湾人道 黄仁勋签预计年底前再度访台 就看他届时又能给全球AI产列界 带来怎样的惊喜 明显午餐方正怀特别报道